这个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的女子 实际今年已经38岁了 这是她最后出现在监控画面里 在泰国街头 她跟一个小大六岁的男子共赴酒店 自此人间蒸发 直到12天后 泰国警方在荒野中 发现了她一条被分割下来的大腿 一次前往泰国的旅途 变成了一次可怕的狩猎之旅 但他们都以为自己是猎手 对方才是猎物 这里是金波大案 我是杰逸 这就是与网红 严瑞明泰国失踪案 2024年7月13日 泰国北流府直辖县巴拉镇的脚外 最近总有阵阵腐臭味 令当地居民不堪其扰 人们拨打了报警电话 颇有经验的警员 一到地方就发现了这里不对劲 这种味道根本不像是正常生活垃圾的味道 反而像是肉类在夏天腐难后的恶臭气味 警员随即沿着气味搜索 最终在池塘附近的草丛里 发现了一团腐难的肉块 这是一条女人的腿 不过并不完成 像是人为切割下来的残肢 这个附近很可能还有散落的其他部位 警员立刻进行除草和挖掘工作 寻找更多线索 在挖掘过程中气味越来越浓烈 大约挖了20公分后 警员看到了一块蓝色的防水布 掀开之后土壤下面的东西也显露出来 这是散落着的烧焦的身体碎块 而且深挖时呢 还发现了两块硅胶状的物品 其中有一块附着在身体的左胸上 这似乎是浓修用的硅胶 显然遇害者是一名年轻女子 警员在周围展开了大范围的地毯式搜索 试图集齐所有身体碎块 最后呢 能找到被害人的头 以此来确定受害人身份 这个受害者究竟是谁呢 只要从十天前的一个诡异电话说起 2024年7月3日午夜 河南一户鸣居内 刺耳的来电打破了屋内的宁静 一个中年妇女接起电话 另一头呢 是一个陌生男人的身影 语气非常极错 她说 你的女儿颜瑞敏被绑架了 要准备一百万的赎金 并立刻赶在泰国 妇女还来不及继续询问 对面就挂断了电话 一开始颜妈妈以为是诈骗电话 但是想到女儿颜瑞敏 这段时间的确去了泰国 她有些担忧 立刻给女儿拨去电话 果然传来忙硬 她的女儿颜瑞敏 今年38岁 看上去保养得很好 而且身材很好 肤白貌美 平时呢 她经常在小红书上 晒自己车迷的生活 这让她也积累了无数的粉丝 成为了一个网红 社交媒体展示的她 从来不用上班 但是经常飞来飞去的旅游 而且经常出入澳门赌场 她曾经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那张需要12亿流水 才有资格获取的赌场会员金卡 2017年 她在青岛办了一个瑜伽馆 但一个小小的瑜伽馆 显然无法支撑起 如此巨量的现金流 她还在深圳 创办了一家飞盘俱乐部 生意很好 当地很多玩飞盘的人都认识她 严瑞美自称的是一名企业家 她的账号名为瑞明 主打分享财富学习 赚钱技巧相关内容 吸引了数万粉丝的关注 赚钱最快的方法 就是找到有钱人 把他们的钱变成你自己的 严瑞美曾在直播中表示 我就是这样赚到了第一桶金的 高端的猎手 都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以身为耳 高调炫富 自然有大量猎物上钩 只是这一次去泰国旅游 谁是猎手 谁又是猎物 她产生了误判 随着时间推移 严瑞美还是遥无音讯 严妈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女儿很可能在泰国被绑架了 此刻约在泰国的蔡博炫 也同样心急如焚 自己与好友严瑞美 相约在泰国碰面 她独自一人从马来西亚出发 到达泰国后 却联系不上好友 严瑞美说 自己将在7月2日抵达泰国 按理来说 蔡博炫只要按照计划行进就好了 但在出发前 遇到了特殊情况 从6月30日开始 蔡博炫就联系不上好友了 发去的消息也无人回应 以前严瑞美一向准势 也不会无故不回消息 她也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 严瑞美很可能失踪了 思索一番后 她向当地警员求助 此时 严妈妈也和家人一起飞速赶来了泰国 他们和当地警方沟通 也同时寻求媒体的帮助 严瑞美的朋友们 也自发在社交媒体中 呼吁帮忙寻找下落 经过媒体报道 严瑞美的失踪 立刻在国内引起了渲染大波 泰国一向是国内公认的热门旅游景点 一是可以出国去看不同的风土人情 二是泰国相较于其他国家 旅行费用较低 这起绑架事件一出 原本异动的游客纷纷打喊 中国女子去旅游被绑架勒索一百万 瞬间登上了各大热门词条 越来越多的国人关注着案件的进展 警方也立刻加大了排查力度 一方面警员们排查严瑞美的出境记录 探查他最后出现的地方 另一方面 则在其下榻的酒店附近挨家挨户地搜索 如果严瑞美被绑架 如此神势浩达之下 凶手害怕被人发现 一定会尽可能躲藏 不暴露自己 严瑞美应该走不远 可尽管这样 警方也没能在附近找到严瑞美的行踪 更难以理解的是 后续绑匪都没有再打来电话 似乎是他短暂威胁了严瑞美妈妈之后 就笑是躲藏了起来 一开始 警方试图通过绑匪的电话 来锁定拐带者 然而在对被害人家属 进行深入调查后发现 由于媒体的误导 最初的侦查方向错案 当初给严瑞美母亲 打去电话的并不是绑匪 而是严瑞美的好友 当时意图也并不是威胁 只是告知严母 他和女儿失踪了 很可能在泰国境内被绑架 如果想要女儿平安归来 最好要准备一百万的现金 是出于朋友的善意提醒 不过在随后调查中 警方发现 严瑞美的失踪 似乎并不是被陌生势力绑架 而是可能是感情纠纷 通过监控录像 警员发现 严瑞美待在泰国的这段时间 与一位男性交往密切 监控录像里 他穿着一身灰色的 威宁西装上衣 同色系短裙 搭配黑色长靴 他的前面是一个 身穿白色T恤的男人 两人被拍到 同乘一辆车 并在下车后 牵手一起逛市场 购买东西 说明两人很可能 存在爱美关系 通过比对监控录像 和出入境记录 警员们大致推理出了 严瑞美来到泰国后的行程 这名同行的男人 也是一位华人 来自中国安徽 今年32岁 名叫马延青 他与严瑞美相约在泰国见面 为了这次见面 他刻意在6月30日 租赁了一辆 本地牌照的本田汽车 7月1日下午5点26分 马延青在时代广场附近 接到了严瑞美 随后两人便在附近牵手逛街 也是监控录像拍到的画面 期间一直是马延青 开车载着严瑞美 两人形影不离 看上去就像一对普通的情侣 7月2日 马延青开车从曼谷 前往春午礼府 并在7月3日凌晨 到达了北流府 似乎是从这里开始 两人的旅程宣告结束 当天凌晨4点58分 严瑞美的手机失去信号 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靠近 缩通寺的一处公园 之后呢 他就彻底与身边人失去了联系 以这个为节点 他和马延青两人的关系 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作为严瑞美失踪前最后见到的人 马延青有着很大的嫌疑 而且呢 他在严瑞美失踪后的表现 也十分可疑 哪怕不是明面上的男女朋友 但作为一起旅行的暧昧对象 严瑞美失踪了这么久 他都没有试图 联系他的家人询问 或者报警搜寻 而是像极了畏罪潜逃 7月3号 严瑞美失踪的当天 马延青急匆匆地返回酒店 退掉了房间和租的汽车 迅速前往了苏安纳普机场 乘机离开泰国 警员查询了严瑞美的流水账单 根据调查显示 7月4号 属于严瑞美的微信支付账户 在澳门威尼斯商人酒店附近 有一笔消费 显示他购买了榴莲饺子等食品 但这个时候 严瑞美的手机已经失去了信号 而且处于失联状态 很显然 这并不是严瑞美自己的消费行为 马延青在严瑞美失踪后 用他的账户余额 堂而皇之地购买东西 无论是作为严瑞美 在失踪前接触的最后一个人 还是处于失联后 他的种种怪异行径 马延青都是当下最可疑的人 如果排除绑架案 严瑞美仍然处于失联状态 事情就更严重了 因为根据警方观察 在严瑞美失踪后 马延青的地质一直在变化 无论是坐飞机出逃 还是四处躲藏 他都不可能带上严瑞美 联想到近期 发生在泰国的碎氏焚烧案 也就是一开始 那个无法确认身份的女子 身体特征和严瑞美 竟然高度相似 此刻警员心中 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很可能在7月3日凌晨 严瑞美失踪的当天晚上 他就已经遇害了 但因为身体腐难过于严重 无法进行面目比对 警员们便提取了身体的皮肤组织 与严瑞美家属进行DNA检测 而且经过搜索 警员还在发现身体的草丛附近 找到了一个行李箱 正是属于严瑞美 最终检测结果出现 那名被切割的无名驴体 正是动用两国力量 全力搜寻的华人严瑞美 在确定嫌疑人目标后 警方立刻向马延庆 发起了逮捕令 与此同时 警员们也找来了马延庆 当时租赁的车辆 根据车主反映 马延庆在归还汽车时 自己并没有在车上 发现明显的异常 不过如果马延庆真的是凶手 他在谋害严瑞美后 将身体揪气时 一定会用到交通工具 而乘坐公共交通 暴露的风险太大 他租赁的车辆 就是最好的交通工具 果不其然 证件科任员检查了这辆车 在上面找到了 大量被冲洗后的血液反应 警员们随后 来到马延庆层下榻的酒店调查 根据清洁工反应 在马延庆层居住过的房间内 床带 枕头和洗手池 都被发现沾有血迹 无论是搜寻到的证据 还是马延庆匆匆逃走的行为 都说明他是最可疑的人 眼看嫌疑人身份确认 可作案动机 确定能捉摸不透 按理说 两人相嫌泰国旅游 应该是即将成为 男女朋友的关系 到底为什么马延庆 要痛下杀手呢 马延庆本人 一直在朋友圈营造着 有钱公子哥的人生 经常晒名车名表 通过公开信息检索 网友们发现 他的名下有六家企业 但都从事租赁业务 很可能是皮包公司 一次来骗取他人钱财 经过调查发现 马延庆的确涉及 多起诈骗案件 他沉迷赌博 骗来的钱没多久 就又投了进去 就在他发愁时呢 碰上了自己开公司 人美钱多的严瑞 他们通过网络认识 马延庆利用自己 营造出的高富帅行销 追求严瑞 并将其约至泰国旅游 在7月3日 将严瑞 谋害后 将身体分割 并装进了严瑞 自己带来的粉红色行李箱 开车将其运送至郊外邮旗 之后拿着严瑞 对面的银行卡和支付账号 以及偷来的手表 在赌场大肆回复 他逃离泰国后 并没有直接飞澳门 而是先去了香港 然后才从香港转到澳门 这样做自然是制造假象 据澳门媒体报道 7月10日上午 马延庆去澳门一家当铺 当一只假表 被职员发现后报了警 经身份资料对比后 证实呢 他就是难民从泰国逃回的嫌犯 于是澳门警方于7月15日早上 将马延庆移交大陆警方 这次凶手终于落网 相信法律的证 已经近在眼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